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週五英文一期讀 我们大概是上礼拜吧 做过一集讲那个Be Real这个新的App 那他因为可以前后都照一张相 然后在一天的某个时间提醒你说 嘿要照相咯 那在那个时间之外你就不可以照 所以就两分钟的限制时间 哦赶快照照照照照完之后上传 然后等他让他来帮你发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那样子照片照出来就非常的很真实 所以那个词叫做Candid Candid那时候有说 算是这边有点小复习 那我们那时候说他可能会威胁到Instagram 因为Instagram的话就是他相反 他就是一个很好好的打理自己 然后拍出2000张照片选一张好看的上传 所以他跟Candid就是完全相反的概念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题目就是 You knew it was coming 你知道这个东西又来了 而且你知道是你不是现在知道 是你一直就过去就知道 你当时读到这个Be Real的新闻 你就想啊迟早Instagram会学它啦 所以你就知道它要来了 所以这边两个都用过去式 You knew that it was coming 所以这时代用很正确 什么东西又来了 就我刚刚说的Instagram一定会copy人家 Instagram is testing a copy of Be Real called IG Candid Challenges 你看所以这是IG的Candid挑战 所以刚才说Candid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直接就把它放在挑战的名字里面 所以我们来最真的自己的挑战 不能用滤镜不能用什么的 因为其实像我刚刚说的Be Real 的确也是不能用滤镜的一个新的App 好所以现在IG要模仿它了 我们就往下看它说些什么 那你知道IG其实是脸书已经买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它上面的那个 我们叫它母公司 它的Parent Company 就是脸书 那脸书已经叫做改成叫元宇宙了 叫Meta了 所以这边讲Meta Is added again 所以Meta呢又来了 它同一招又死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一个句子叫做 If somebody or something is added again 就是这个人啊又死同一招了这样子 又再次来了这样又卷土重来这样 SoMeta is added again 什么东西呢 中间那个逗点逗点就是补充资讯 所以你就 那你说Meta还需要补充的吗 它可能中间就说Meta 也就是原公司本来叫做脸书 后来改成Meta 你可以补充这样的资讯 可是它补充资讯就没那么单纯 它补充的资讯是戳他一刀 补充的资讯是Big Tech's Biggest Copycat 所以我们在这种高科技的大公司中 最大的一个抄袭猫 所以Copycat这个字是小朋友 或者事实上不是小朋友而已 就生活上常见到这个字 Copycat 所以要是你模仿我的行为这些的 我说我要去吃布丁 我从冰箱拿一个布丁起来吃 你说好我要吃布丁 然后你也跑去冰箱拿一个布丁吃 我看到我就会 我就会叫你Copycat 这样子 所以小时候常 小朋友常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就是念人家说你抄袭我这样子 那可是不是只有小朋友而已 你看连内容 文章内容都能出现这个字 所以他是Big Tech Company中最大的Copycat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其实脸书或者应该讲Meta 或者他的子公司Instagram 已经不是第一次抄袭别人的一些想法了 就是了 所以这边又是一次 他们以前抄袭过TikTok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 怎么突然终于想不起来叫什么 那个抖音啦 OK 好所以这边根据一个 很知名的leaker 就是专门泄露消息的人 以及reverse engineer 他的名字叫做 Alessandro Paluzzi 名字不重要 所以Meta的这个 他们所拥有的Instagram is testing out its own version of Be Real 好他测试着他自己的版本 Be Real的他们自己的版本 one of the buzziest new social media apps of the moment 所以这边有一个补充Be Real的补充资讯 补充资讯就是 现在最夯的软体中的其中一个这样子 所以one of the buzziest 所以这个Buzzy Buzzy这个字就是噜 thermal的声音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今天一个东西现在现在在火轰 我们就会说这个东西 It's causing all the buzz 这样形容词Buzzy 也OK的 好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 我剛剛有想 Yes, reverse engineer 我們中文把它叫做反向工程 reverse是顛倒 engineering就是工程嗎 你知道 如果你不太理解這個概念的話 我用一個舉例來跟你說 我其實還蠻喜歡 就聽一些有關於優服的內容 像那個Joe Rogan的podcast 一天都在講優服 請一些專家 誰知道什麼叫優服專家 可是他真的有找到一個人 他很像Larry什麼東西 而且我有點忘記他全名 他聲稱他已經在51區工作過 如果你不知道51區Area51 就是他我們聲稱 我們相信美國把他們找到過的優服 或者是不管是船艦也好 或者外星人本身也好 都藏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是一個很機密的地方 但聽說最近也解密了 所以其實這也是我們的同溫層 不太接觸到的東西 但很多人都知道說Area51 有越來越東西爆出來 而且好像聽說美國的國防部 也真的confirm過就確認過 說早就已經知道有優服的存在 我中文一直卡住那個優服優服 因為我很想講那個英文 那可是UFO啊 他們就叫UFO 那這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所以沒有被辨識出來的 會飛的物件這樣子 OK不明飛行物體 簡單的說這樣也可以 好現在換了一個字叫 A開頭還是什麼的 算了算了這個我就不說 還是叫做UAO還是什麼的 這個不要亂講好 Anyway所以UFO還是很OK的 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根據剛剛所說的那一個 說他曾經聲稱 他claim that it used to work in Area51 at Area51 他以前就曾經看過 因為我們說 很多的那種飛行物體 你需要的是推進器有沒有 所以那個propulsion OK propulsion 就是推進器 那但是UFO的推進器呢 並不是真的是推進的 它是一種推的 所以你的手伸過去 會被它推開 所以地球上 還完全沒有這樣子的科技 就是它是一個反反引力的狀態 所以你手接近它 反而被它推開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在想辦法 把這個東西研究出來 怎麼work的 可是你怎麼可能能夠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做 reverse engineering 你看到一個成品 然後你想辦法把它倒推回去 看它一開始怎麼被設計出來的 像如果今天給你一個iphone好了 那你可能藉由拆開 你可以慢慢去研究出 這原本是怎麼做出來的 然後一樣一樣把它倒回去 這個就叫做reverse engineering 這就是反向工程 或許對你來說其實很簡單的字 可是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講 然後再舉了一個例子給你看 那反正你至少學到UFO 拆開來看是什麼樣的一個字 find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然後proportion是推進器 推進的這樣 好所以回來這裡 所以它根據這個傢伙 它是一個reverse engineer 專門做反向工程的 所以說我現在 臉書要推出一個功能 叫做candid challenge 好然後往下看 這邊說 反正貼出了一些截圖 publish screenshots of the testing feature 然後繼續說下去 它還說 他們有在做一個prototype 然後它現在是拒絕提供任何額外的資訊 so這個feature decline to provide additional detail 好這樣子OK 然後反正這也完全不意外 因為這不是臉書第一次抄襲人家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很重要的字 就是抄襲 OK我怎麼找不到mimic imitate可以吧 好可以 所以現在it wants 所以它現在把它稱為叫做stories S開頭大寫的 所以本來已經超過tiktok了 然後現在要超bereal 所以它要這個東西來imitate bereal 所以imitate這個字就是模仿 OK模仿 我們要接著好幾個模仿 在我的影片的標題就有寫到 這邊有好幾個字 imitate simulate emulate mimic 跟impersonate這五個字 其實還有另外多幾個 我都有在寫在接下來的下面 所以我們就一個個來說一下下 因為其實這幾個都能翻譯成模仿 可是我們要講的是它的不同點在哪裡 如果都一樣那有什麼好講的 說真的有相似處 像例如說mimic跟imitate就真的還蠻像的 所以我或許應該把imitate拉上來 因為他們兩個真的的確比較像 所以 那它的模仿 真的是模仿一個人的一些 言行舉止上 像例如說我講話可能會有一些特別的腔調 所以可能你就會模仿我的腔調 那那個就叫做mimic 或者我吃東西的一個樣子 我喜歡用右邊的 右邊的舊尺來咀嚼 所以你會看到我吃東西都只有在右邊在動 左邊似乎都沒有動 那你看就覺得很好笑 你模仿我只有用右邊的嘴巴來 嘴巴的右側來吃東西 那個也就叫做mimic 因為這個就是很單純的一種 行動上的身體肢體語言或這些上的一個 東西叫做mimic 那imitate可以也是一樣的意思 OK 可是有一句英文詞 這句英文詞叫做 一個諺語一個成語 就是模仿就是最高程度 最高階段的這一個工尾 所以要是今天一個人很厲害 他被人家模仿 例如說你看多少人模仿周杰倫 好像也還好 飛魚青去模仿周杰倫 誰是很容易被模仿 像例如說以前的貓王 alvis presley 你看多少人模仿他 所以我們這句英文就叫做 Imitation is the sincerest form of flattery 所以flatter這個字就是 kiss somebody's ass flatter就是恭維人家 親人家屁眼 ass kissing 所以flattery就變成他的名詞 所以Imitation就是最誠懇的最真摯的 sincere這個字就是真誠 所以模仿是最真誠的一種恭維了這樣子 所以要是你模仿我 你就是在恭維我 我應該很高興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就他有一陣子很討厭另外一個女生 他說那個女生什麼都模仿我 我帶什麼包他就帶什麼包 我用什麼化妝品 他用什麼化妝品 好生氣喔 我就勸他說你想開一點 他模仿你是因為你很棒對不對 所以要是你不是個咖 他怎麼會模仿你呢 so you should take it as a compliment 你應該把它當成是一種稱讚才對 所以他聽聽好像覺得算了吧 那也就這樣了 好所以Imitate跟Mimic 總之我們講的就是剛剛所說的 可能就是一些那種 行為舉止上或這些的 那Emulate就是很值得跟他們做比較的 因為Emulate就是 它是很深層的模仿 所以你是去模仿一個人的德性 你模仿他的思維想法 以及思維想法所衍生出來的行為 像例如說你的祖母 他的一生都不騙人 ok過得很誠實的人生 然後就是高潔的一個人 所以你爸爸就跟你說 哎呀你要像我們的祖母一樣 像我的媽媽一樣 我們一生不要當一個會騙人的人 so you should emulate your grandmother 所以這個是我們講的是這種德性的模仿 ok 模仿到底怎麼說 ok德性上的模仿 所以這個東西就跟言行舉止 比言行舉止再更上一層樓了我覺得 ok 所以並不是說行為上 像我剛剛講的 右邊嘴巴右側吃飯 嘴巴右側吃飯這種無聊的模仿 不是的這樣子 那simulate是什麼 simulate有時候我們翻譯成模擬 所以模擬器或之類的 就是simulate 所以就是一個東西想要把它模擬成像真的一樣 那但是其實它不是真的 它只是模擬出來的 所以這樣講大概你就懂了 ok simulate 那最後這個impersonate impersonate其實是 像剛剛的mimic跟impersonate也有像 尤其mimic其實常是模仿來搞笑用的 所以impersonate也一樣 impersonate 你看裡面有person這個字 所以它真的就只能用在人跟人的模仿上 你說像如果說你吃東西 你去學你的狗吃好了 你的狗吃狼吞虎咽吃的嘴角都是 然後你看著它覺得很好笑 你就學它這樣子吃 這樣就不叫impersonate 你是在mimic你的狗 你不是在impersonate你的狗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像電視上 誰去模仿誰 像我記得那個Kevin Spacey這個演員 就是醜聞纏身的這個演員 他就超會模仿人的 OK 模仿各個不同的明星什麼這些 所以這叫做impersonation 好這樣聽懂 那最後兩個字 這邊一個字叫replicate 一個叫parody 它也有模仿的感覺 replicate應該叫做複製 OK 所以例如說我們講說 那個星際大戰 裡面不是有那個光劍對不對 那個light saber 那現在有很多製造出來的那種 你真的仿真的電影道具 light saber 所以那個就叫做replica 所以replica就是那種複製品的概念 replica 那它的動詞就是replicate 那parody 則是搞笑的那種模仿 尤其是唱歌的那種這樣子 所以如果很多人像我很喜歡那個 我就好像這個也是不知道 若干吉以前說過 有一個明星叫做Weird L Yankovic 你只要打Weird L它就會出現 那它就是專門把一些歌 然後它的曲調用一樣 歌詞換掉 換成搞笑的歌詞 所以我們就稱這樣子一種藝術模仿 這種藝術的呈現 我們稱這種東西叫做parody 這樣 OK 所以其實講到這裡也大概可以了 你大概知道這是在幹什麼 所以這個報導其實也就是說那麼簡單 就是今天instagram要抄襲人家了 所以它是一個copycat 它想要imitate人家的app Be Real的app這個function 這個feature 好吧 那會不會覺得這樣蠻丟臉的 我也不知道 總之這個寫作的人是覺得沒什麼意思 他認為這是一種很無恥的一種狗急跳牆的行為 所以你看這裡in my humble opinion shameless desperation isn't cool OK 很無恥的shameless的一種 這個desperation就是擊破了 糟糕了 我們要被Be Real幹掉了 趕快抄他的這個 所以這個isn't cool OK 好 而那就是instagram現在的行為 看起來對我來說 and that's what Instagram's actions seem like to me 好吧 所以總之他這邊說 這個高科技公司 尤其這麼大的公司 在抄人家不是很那個 anyway 我們講到這裡真的可以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